暖心的一幕要带您看到新北市这一名国小四年级的连小弟弟 他当时拿着一个纸盒害羞的走到派出所 说他要送给叔叔阿姨快筛试剂 瞬间让好多远警都非常的惊讶 后来才知道他是看了新闻得知 现在的警察除了要维护治安 还必须负责第一线的防疫工作 因此他决定他存了一年八千多元的零用钱 就买了快筛试剂 要送给远警同仁 小男童头弟弟走进派出所 我远警赶快上前关心 以为他是走失了 没想到男童却拿起一大个纸盒 里头装的全是快筛试剂 看到警察很辛苦 我就买快筛试剂给警察 面对镜头还有点害羞 连小弟弟现在就读小学四年级 24号中午捧着一盒快筛试剂 一进到树林派出所 就说想要送给所有辛苦的警察叔叔阿姨 他们很有争议感 而且每天很辛苦的在巡逻 原来他因为爸爸是警戒的柔道退休教官 从小就特别警仰玻璃师大人 尤其这阵子看到远警们不仅要维护治安 还要担任第一线防疫人员 就决定把自己一年来做家事换来的零用钱 一共8750元 全拿去买快筛试剂捐给警方 平时就想要把它撑起来 以后想要用的时候再用 然后呢因为看到警察很辛苦 所以我就把它捐 同人都感到很压力 而且很温馨啊 连爸爸也笑说八千多块 对国小生而言是相当大的金额 这回小朋友体恤警方辛苦 主动想要捐快筛 也让辛苦的第一线远警们 心都暖暖的 介绍老李宾周新北市采访报道